全国基欧宗教团体 并同时获选为台湾宗教白井的三级古迹 南田书院 昨天上午举办了105年寒冬寿暖活动 帮助了全县十三乡镇市一二级地收户 希望帮助他们能够好好过年 每年我们都有做弱势团体 冬冬救济 这个弱势有需要用我们公政府的国家的情况 来做这个把这个弱势来做这个救测 这个过年过来天气冷 我们就想说全我们的力量 我们来做全官一举到二举的这个弱势团体 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过年 议员尤鸿达表示 发放物资有酱油羽毛衣羽毛贝及未助金 对于委员们进行挑选的物资 在寒冷的天气中 对这些低收户有实质的帮助 感到十分肯定 我们南田书院计划堂慈善功德会 我们的动力救济今天来展开 我们南岛关13兄弟都分布在我们这里 做到一二纸贫富的救助 通常今天来发放的 有我们的贡金帝和我们的主委员 和我们真的用心去经的 我们主委和委员用心去经的热谈 这对我们现在比较高的天气 对我们这一二纸贫富变连富 大家有一个真实质的帮助 除了社会善心人士的爱心捐献 也感谢志工们的五师奉献 让这些低收户感到温暖 也让送暖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服务在这些志工 大家都非常好 欢迎来帮助别人 祝人为快乐资本 宏达真的给他们困惊 希望我们社会 来帮助别人 包括我们书人这种意志 可以让我们社会更加相和 更加温暖 很感谢就是我们拿电视 这个志工 和这个服务人员 大家对这个公主会 非常努力打拼 我们拿电视 可以说很欢迎来做这个工作 来跟这个社会 一定结合 蓝天书院除了寒冬送暖活动之外 也鼓励学子许愿 以孝敬社会公益 慈善救济 取代传统杀鸡宰羊的习俗 希望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民意新闻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